但是我们从现在有一个习俗就是 不能吃这个尖尖 怎么说 为什么 特别是年轻人就没有结婚的女孩或男孩 就不要吃这个尖尖 因为会插走好运 我们小时候吃这个提花的话 大人他就会 不让你吃 对 不让你吃 他就会说你吃了这个猪脚的插的这个位置 好像就 运气不好是吗 讨不上习惯 讨不上习惯 你刚刚没吃 我给的是你脱皮 不要担心弟弟 谢谢 虽然现在单心有点远了 但是还是有点单心 你们吃饭没有什么别的规矩的吗 不能敲筷子啥的 不能筷子敲碗什么的 除了这些 我妈以前会跟我说 吃鱼 一定要吃鱼眼睛 你的眼睛才可以变得明亮 然后吃鸡 一定要吃鸡腿 那样子的话 你的腿部的肌肉就会非常的紧实 健美什么什么的 对 还有一些小讲究 比如说筷子不小心掉地上 然后一般我们就会 就是吊喷的那个人被打三下 对 然后就是长辈先吃 对 要长辈先做菜 然后 对 我说特别要吃鸡腿 咱们尽隐 沈爹 好 好